有些艺术人该发挥他这个判断力 关照社会 对任何社会都提出一种 更加客观冷静的角度去切入 那我认为这个角度 就是在刀热上行走的角度 这角度走不好就会掉下来 就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因为这个角度要非常不容易找到 不是简简单单的批判 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歌颂 在这个波斯顿展出 我希望这张画能够跟波斯顿的 普通的参观者能够建立一点联系 我觉得绘画应该和这个社会有一种呼吸的感觉 就是你呼口气他吸口气 有一种互相有一种张力在里面 反正中国经常会听说美国这个校园暴力比较多 这样方面的报道很多 当时我想很鲜明的 针对这种校园暴力 创造一幅作品 那我觉得有一杆枪 这杆枪和绘画之间人物的关系 会有一种紧张感 有一点 有一点的那种 谁动了这把枪的感觉 当时我想画的九个人 也是想一个是一个的 面对着这个观众 然后画前面也放一把枪 我觉得这样很刺激 就是很有一种紧张关系 这种暴力的表达会很直接 当时我准备放一把枪以后 这个意见就反馈给你们 然后美术馆你们就组织学生 讨论这个方案 我通过这个同学的讨论 我觉得我原来那种设想 有一点太从外边看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内部的事情 你不是很了解 所以想上去有点像 以符号为出发点的一种艺术 而没有真正的去深入了解 这些高中生的真实想法 那么他们的讨论 让我给我很多 很多转变 就是他们讨论这个暴力 和青春的问题的时候 和角度非常的多样 而且他们对一个外国艺术家 来画他们这个题材 有些不太高兴 因为他觉得你们中国 好像就只知道我们不好的那一面 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去做意识的话 我觉得会很粗暴 会显得很粗暴的去打扰了人家的正常生活 所以他们的讨论让我改变 我说这样吧 咱们都民主一点 也就是说 我画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暴力的施暴者 也不一定是受害者 而是你们有说话的权利 把你们对青春和暴力的主题 用你们自己的语言写在我画的画上 然后这消息给学生好学生 就特别积极配合这件事了 我觉得这个 就那个年龄的 其实那个年龄的想法已经足够正确 我们慢慢长大 其实在修正 在修正的过程 那个时候基本对世界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基本喜欢画那个年龄的孩子 我觉得他们 那个年龄的人对世界的判断 对人生 对朋友的判断 都是一刀见血的 他没有 我觉得很少有不正确 因为都是人 都是这个年龄的过来了 我也从他们的年龄长大的 所以大概的心理活动能够了解一点 所以这个障碍不是非常大 对于绘画来讲 他具体的生活 很多家里的细节 我也没有必要去了解 我更多的还是从视觉 从这个色彩 形体 最方便表达一种心理活动上 下一点功夫 我觉得他俩一来吧 就非常的 一下就静下来了 他知道自己干什么 他就往那一靠 我觉得就有了 他的形体语言已经有了 他往那一靠 我说得 以这俩人为准 那边人在抗 在琢磨琢磨 因为他俩定调了 把这个张画一下就安静下来了 他这种观望的一种神情 一种还有一点点的孤单的味道 我当时征求他们在每个树苗很炒 很炒菜的树苗上写上他们的字 我大概就根据字来判断他们的那个下笔的轻弱 性格是不是他们的他们的性格的爆发力 或者是很内向或者很外向的一种 能够大概判断一下 所以我会把他们的字安排在 比较迁徙的 比较内向的 写在靠底部偏下 越往外越张扬的 我想成一个爆炸状的一个字体 所以根据他们的字 我会安排他们在哪个部分 这个人写的那个部分 这人写这部分 这人我希望你写的重一点 这人写的轻一点 这人写的狂吵一点 这人写的规矩一点 这个有大概一个设想 我希望他们写的尖锐一点 写的特别个人化一些 不希望客气 因为我觉得通过这张画 通过他们自己的意见 也能可能会反映出很多人的意见 那么生长了一个非常和平的年代 整个社会环境非常美好 到处都是鲜花公园 校园也非常美丽 可是它就是有暴力 这是避免不了的 而且会有非常残忍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希望他们写的根据个人的经验写的简单明了 因为那个也就是十七八九岁的时候 对人的世界观的形成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人的一生都会受那个年龄影响 那个年龄你整个感悟这个世界 世界给予了你什么 伤害了你什么 你会永远难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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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